庄园中蓝色限定款式的皮肤真的越来越少了 所以现有的这些皮肤就成为了珍宝 疯狂的梗浩和疯狂的大飞 当年官方和疯狂的外星人联动时候发布的皮肤 买的玩家很少 目前基本已经看不到了 欢乐小恶魔 舞女早期圣诞节活动的限定蓝色皮肤 目前也已经没有了 之后的圣诞节蓝色皮肤基本都是现实款式 废图旅人 当年比赛的时候购买门票会送一个CDK 兑换后就能拿到这款皮肤 目前即便是有皮肤的账号都变得很稀有 守护者 这个皮肤很多玩家都知道 是去年的时候官方为了纪念推出的款式 目前也已经拿不到了 Miss K 森罗店长 麦当劳 美团外卖和Lord K 这些都是官方在联动快餐活动中 推出的限定蓝色皮肤 活动开启的时候看着并不是很起眼 但是活动结束之后就变得十分珍贵了 童年烙意 这个也是早期官方和电影联动的产物 皮肤知名度很大 不少玩家都非常喜欢这款皮肤 只不过没有入手渠道 鉴赏家 也是深渊比赛官赛时候送的皮肤 当时我们记得价格还比较便宜 但是越到后期随着玩家人数减少 这个皮肤也变得越来越贵了 上面这些都是一些联动 获得的限定蓝色皮肤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方式 获得蓝色限定皮肤 比如深渊活动中的 铁帽团长 银行家 铁帽黑手 化学技师和巡路人 都是比较珍贵的限定蓝色皮肤 这些皮肤也都不会复刻了 玩家之前没有拿到 那么以后也没有机会获得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都拥有了几款这些稀有蓝皮呢